模拟程式2000,等距视角 魔兽争霸2,等距视角 金庸群侠传,等距视角 等距视角地图的加入 无疑为游戏界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 和正上方视角的2D游戏 或侧面视角的平台游戏相比 等距视角带给玩家更有深度的空间感 有许多系统也围绕在这种视角 提供玩家们新的游戏体验 小哈也制作过许多款 借助等距视角魅力的游戏 但随着维度的增加 等距视角的游戏实作起来会碰到的问题 也相对多了许多 比如场景中的三维坐标 如何转换成画面上的二维坐标 或是如何让玩家的滑鼠 更直觉地选取场景中的物件 还有如何增进玩家操纵角色时的方向感等等 等距视角的2.5D带来的种种问题 考验着游戏人对于追求更高游戏体验的决心 大家好,我是来自嘎姆的小哈片刻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等距视角的地图中 一个困扰着许多游戏工程师的麻烦是 物体显示的排序问题 在上期的影片 游戏如何为3D 小哈已经介绍过另一种使用2D图像 绘制3D场景的方式了 那时物件的绘图顺序很简单 因为只看得见所有物件的正面 所以只要离摄影机越远的物件越先化就没有问题 但是在等距视角中就没那么简单了 等距视角的摄影机可以看得见物件的三个面 因此物件本身的不同部位就已经有远近之分 这时再要帮本身就有远近之分的不同物件们按远近来排序 就会遇到逻辑上的矛盾问题 等距视角的游戏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 包括了1981年的Chagel Island 1982年的Cubbert等等 Cubbert这个角色有出现在2015的电影里 年轻一辈的朋友可能也认识 还有同年Sega出的Zaxxon 这个大受欢迎 而且影响整个游戏界较为深远的射击游戏 这些游戏虽然都采用了等距视角画面 但其实多少都避开了物体排序的高阶问题 直到英国的Ultimate Play the Game 开发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等距视角游戏引擎 也就是著名的Filmation Engine 才正式让玩家操纵的主角 可以在较为复杂的等距视角迷宫里自由探索 这套引擎造就了1984年的Night Lore 就像恶灵古堡开创了新的恐怖游戏纪元 马利欧64开创了新的3D冒险操作方式 Night Lore这款游戏 可以说是定义了这种带有动作成分的冒险解谜游戏类型 虽然等距视角的游戏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 但是出乎意料的 网路上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少之又少 当时在GitHub上等距视角的函视库中 99%以上都只能处理最简单的游戏场景 也就是所有物件的底盘都需要是正方形 所以当初小哈在开发公主未成年的时候 着实撞了许多墙壁吃了不少苦头 今天小哈准备要不偿私了 把这些年学到的计较和知识教给大家 希望能带给喜欢游戏的朋友们一些启发 首先我们必须先知道一个最基本的知识 如何把三维空间中某一点的坐标 转换为萤幕上的XY坐标 这边会用到一些三角函数 但不懂也没关系 只要知道最后的转换公式就可以了 我们先决定一下三维中的XY两个轴 在萤幕平面上的夹角 这个角度会影响摄影机在3D空间的高度 我们先假设是120度好了 那X轴和这条垂直线的夹角 就是120度的一半60度 接着我们在圆点放上这颗白球 然后在X轴上移动这颗球 就会发现白球的X和画面上的Y坐标成正比 这个比例是cos60度 不知道cos60度是什么也不要紧 反正电脑会帮我们算出来 接着我们再把白球往Y轴的方向移动看看 就发现白球的Y也以同样的比例增加了画面上的Y坐标位置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 画面上的Y坐标等于三维空间的X加上Y 再乘以cos60度 我们再来看看画面上的X坐标 同样也是受到三维的X和Y等比例的影响 只是这个比例变成sine60度 当然sine60度同样也是电脑会帮我们算出来的一个数字 另外三维的Y贡献的是负的X坐标 因此画面上的X坐标就等于三维的X减掉Y 再乘以sine60度 最后我们沿三维的Z轴移动白球看看 就会发现Z移动多少 画面上的Y就会往上移动多少 因此我们就得到了最后这个坐标转换的公式 有了坐标转换公式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思考 等据视角下物件的显示顺序了 最直觉的方法就是把离镜头最远的东西先画出来 然后再画离镜头稍微近一点的东西 靠镜头越近的物件越晚画出来 这样就可以正确描绘景深的空间感 这也就是所谓的Painter演算法 那么要如何判断两个物件的前后关系呢 我们可以先把物件的中心位置 投影在高度为0的平面 然后去比较这些位置在萤幕上的Y坐标 从Y最小的物件开始画 Y越大就越晚画出来 通常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正确排出 绘制所有物件的前后顺序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例子 一块地板和一个木桶 当木桶从上方靠近地板时 会出现地板把木桶压住的错误显示 请注意看它们的中心点 根据先前的算法 木桶的中心点是排在地板后面没错 但目前这个情况应该还是要让木桶压着地板才对 那我们的排序法要怎么改才好勒? 这里的重点就是要比较物件在Z轴的高度 我们发现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 只要高度比较高就应该离摄影机比较近 依照这个想法 我们把目前的算法改成这样 先看看一个物件的底盘 是不是比另一个物件的顶层来的高 如果是的话就不用再比前后排 比较高的物件就一定比较靠近摄影机 因此要晚点再画 如果高度有重叠 才需要用画面的Y坐标来比较前后排 OK到这边都还蛮合理的 但是如果现在换成木桶和一堵墙 这堵墙有不同的长和宽 这时把墙从左边往右移动 就会发现好像哪里出了问题 没错 当墙壁在木桶左侧时 虽然以中心位置来说墙壁应该是在后排 但是因为墙壁太长了 如果把墙切成两段 就会发现后段仍然在后排 但前段的中心点却超过了木桶 应该排在木桶前面 实际上也有许多游戏是把长形物体 全都切成方形 以解决排序的问题 但是要切开等距四角的物件 真的是件非常可怕的工作 尤其是一些形状比较复杂的建筑物 而且就算切完后 仍然会衍生出新的问题 比如像这样 主角走着走着 它的键就不小心把床给一刀两断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一个更完整的计算方法 现在来看看这个等脚箱排序法 这个演算法需要我们事先为每个物件 都定义它的等脚箱尺寸 比如这个骑士等脚箱长这样 这面墙的等脚箱长这样 然后我们要在三个维度中 找到一面可以分隔这两个等脚箱的平面 比如我们找到的这块分隔板 这块板子的Y 比墙壁的等脚箱上所有的Y都要大 然后比骑士的等脚箱上所有的Y都要小 因此这就是块可以分隔两个等脚箱的板子 隔开后我们就可以说 Y比较大的骑士应该排前面 而Y比较小的墙应该排到后面 如果无法隔开的话 就是看看在X轴或Z轴找分隔板 如果最后还是找不到分隔板 就代表这两个物件有侵入性重叠 没有办法决定谁前谁后 所以游戏中需要小心设定 尽量不要有侵入性重叠的情况发生 但要游戏遵守完全没有侵入性重叠的规则 简直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使用等脚箱的骨骼 来代替等脚箱进行计算 如果是找骨骼和骨骼之间的分隔板 就不会遇到侵入性重叠的问题了 了解区分两物件前后关系的方法后 接着就要面对整个场景所有物件的排序 在这里我们能计算的只有两个物件相对的前后关系 我们无法给每个物件一个固定的景深值 或讲专业点 就是物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Z order 所以无法用传统的排序法来为所有的物件排序 比如这两个物件 哪个排前排都可以 但是如果中间加入了这面墙 排序就成了树在后面 墙在中间 箱子在前面 这时墙的形状如果换个方向 那排序又变成了箱子在后 墙在中间 树在前面 请仔细想想 如果在计算前后时 不小心先把树和箱子拿来比 那不就毁了吗 因为树和箱子的关系 是靠着墙才决定的 在复杂的场景中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所以我们需要再来一套方法 负责排定场景中所有物件的前后顺序 首先最重要的 是我们需要知道 两个物件之间 有没有存在必要的前后关系 不必要的前后关系要尽量消去 这个对排序的正确性有极大的影响力 那么我们分辨的思路 其实就是看两物件在画面上有没有重叠 方法是先把物件的等角箱 看成一个六边形 用这个六边形的三组平行线 画出物件在三个轴上面的投影 蓝色的骑士会有三个投影 绿色的城墙也会有三个投影 如果两个物件在三个轴上的投影都有重叠 那这两个物件才有必要区分前后 只要其中一个轴没有重叠 就代表它们之间没有必要的前后关系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排序了 这边用这四个物件来举例 我们先用前面说到的方法 对每个物件列出必须排在后面的物件列表 水井的后面没有排东西 城墙的后面有水井 树的后面有城墙和木箱 木箱的后面没东西 排好后找后面没有排东西的物件先画上去 然后把刚画上去的东西从各列表中删除 再继续找后面没排东西的物件画上去 以此类推就可以把所有物件依照正确的顺序画出来 各位同学可以打开小哈做的示范游戏 看看用以上方法做出来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 也可以脑力激荡一下等具视角游戏的可能性 游戏的网址可以在影片说明中找到 这次同样也是开源专案 刚刚说的最后一个对整体排序的步骤 更有效率的方法是使用Tagent演算法 但这个演算法比较复杂 小哈下次再专门做一个影片来讲解好了 展示游戏中有把Tagent演算法写进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先看原码研究研究 其实讲了这么多 还是有可能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像是这三个物件 A需要在B的前面 而B需要在C的前面 但C却又要把A压在下面 像这样绕圈圈的死循环是无解的 只能在设计时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不然就是要使用真实3D引擎的Z-Buffering 对每个像素座深度缓冲 才可能完美解决显示上的问题 等据视角的游戏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课题 小哈未来会再做影片和大家分享 那么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记得订阅和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会吧 演唱会